如果说QQ是造就了腾讯庞大社交帝国的基石 那么微信便是这帝国的一砖一瓦 QQ作为原本只是面向年轻群体的社交应用 而微信弥补了在中年群体的不足 但似乎微信比QQ发展更迅速 QQ钱包多年没有做起来的移动支付 被微信钱包做了起来 甚至到了能够与支付宝抗衡的地步 现在大家可能出门在外 不是用支付宝就是用二维码了吧 不过微信一个小事件 却让微信再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在今年5月的时候 广东的一位黄先生本想通过微信给表妹转账 谁知黄先生错将9万元钱款 转给了微信和表妹位住相近的一位好友 随后黄先生联系微信贺福 希望能够追回该笔转账 但是得到微信贺福的回复 是该笔资金已经成功进入对方领前 资金支付成功后无法撤回 您可以与好友联系协商退回 黄先生也很无奈 只得向法院求助 但法院需要得知收款方的真实信息 于是黄先生再次联系微信贺福 得到的回复是为了保护用户隐私 无法提供该用户的真实信息 而这个事件也让微信再度成为了大众舆论的焦点 而腾讯相关人员也再度回应 支付宝是基于电商 基于交易的 我们本身是一个社交平台 对用户的隐私保护更严格 大家使用频率更高 支付宝也在昨日发微博表示 保护隐私就没法保护钱的安全 对不起 我们比较笨 梅林会这个精神随后给出自己的解决办法 如果在支付宝转座长 联系好友魏国 支付宝客服也会在不泄露隐私的情况下 替用户再次联系收款方 其实微信坚持自己保护用户隐私的立场也没有问题 但是就应该支用户资金安全而不顾了吗 这样的做法似乎看着更死板了一些 这一点上还是支付宝做的比较人性化一点 至少还会通过客服帮助用户联系沟通收款方 支付宝的做法也得到了更多网友的认可 而微信也仅仅是在媒体曝光此次事件后 才主动联系用户进行沟通 你平常使用哪种支付方式更多呢 Courtney还在这种支付方式参加 TJ